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Health TNT 呃,这个是 美股,NASDA的 这支是我YouTube Channel里面的 一会会员所问的股 这支股呢也是很牛 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一直 一直上涨 大概是100块,120块左右 3到350块,360块 呀,非常厉害 然后呢,就在 呃,过去6个月呢 就一直在这边盘整,做头 呀,这个就是我一直讲的 这个在筹部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一个筹码风的筹部筹码风 已经是非常大 底部筹码呢,已经开始 呃,从底下 往上移,呀 都已经有一个 头中脚清的这个 呃,讯号 非常,这个是危险讯号来的 即使 呃,呀 它在3,4月,4月多的时候呢 这边就 跌破这一个 200天均线 这个其实是一个危险信号来的 跌破之后呢 它曾经要 呃,弹上去 但是呢,最后呢 才是在200天均线 这边 跟这个筹码风 这边 挡住了 又下,又跌回来 呀,所以 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下跌趋势 呀,可以看到 60天跟20天的都是往下的 OK 现在已经是个危险信号了 这肯定的 呀 它 可以看到呢 它现在已经是跌破这一个 呃,筹码风 的底部 LOW啊 这边底下呢 是 没有什么筹码的 呀 所以,已经是一个非常 呃 不是很好的 不是很好的这个趋势了 我们拉近点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LOW 这是LOW 弹上去 200天均线 挡下来 呀,现在 它会 这边 这边 差不多 差不多 也要跌破这个 支撑线了 呀,这个支撑线 嗯 跌破的话 就是 这个是support 跌破的话 就是一个March信号 嗯 嗯 但是 我觉得 这个 趋势比较差了 这个已经是LOW LOW 是HIGH LOW 这个是LOW 它 有没有机会 形成这个HIGHER LOW呢 这个不知道 呀 如果它 它在这边 直接回神 可以做个反弹 这边这样子 出现这个 两根蜡烛 金色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回来 上去 回来 上去 这边呢 就是一个第二只脚 这个就可以了 可以 这个就可以 四单买下 嗯 但是 只是可以做反弹罢了 呀 因为我不认为 它可以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遇到它回去的时候 可能又 形成一个LOW HIGH 呀 这个要小心点 呀 嗯 呀 做反弹是可以 呃 长期的话 就要等等吧 OK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